基督徒面对危机的五个原则 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生命中的危机,每个人都会遇到生活中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。 如何面对你生命中的危机呢? 作为一个基督徒,遇到危机的时候,应该怎么去做呢? 今天的影片和你分享基督徒面对危机的五个原则。 1. 释放你的情绪 当人面对危机时会有各种不同的情绪,惧怕、愤怒、担忧、忧郁、仇恨、无助和悲哀等。 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情绪,向神倾心图意。 也适当地,在信任的亲友面前诉说和释放我们的情绪。 耶稣说,哀痛的人有福了,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 马太福音5章4节 我们的神就是发慈悲的父,赐各样安慰的神。 2. 接受别人的帮助 危机时我们常犯的错误是孤立,自己,不想与人来往,不想告诉别人向人倾诉。 其实在灾难危机发生之后,我们最需要有人在一起,最需要支持,鼓励和安慰。 圣经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,如此,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 加拉太书6章2节 3. 选择不要苦毒 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如何让灾难影响我们的人生。 如果选择苦毒,结果最后是伤害我们自己和亲人。 选择苦毒,就是关上我们自己幸福的大门,因为苦毒和幸福不能共存。 幸福与你的人生经历不是绝对相关的。 许多人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灾难后,仍可以持守幸福和积极的心态,因为他们选择幸福而不是苦毒。 一切苦毒,恼恨,愤怒,攘闹,毁谤,并一切的恶毒,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,并要以恩慈相待,存怜悯的心,彼此饶恕,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 以福所书4章31节 把你的眼目专注在你有的而不是你失去的,为你有的感恩。 可以写下列出所有你拥有的和你人生中一切的美好的事。 感恩和忧郁不可能同时发生,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的,当下,忧郁就会远离。 4. 认识什么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 危机可以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的价值观,显示出我们最关心什么,最建议什么。 耶稣说,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 路加福音12章15节 意思是不要把你的人生价值于你所拥有的相混淆,不要把你拥有多少与你人生的目的等同了。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人拥有多少。 灾难和苦难教导我们宝贵的不是东西,而是关系。 与神的关系,婚姻关系,家庭关系,亲友关系,并且在这些关系中我能给予什么,给予多少。 5. 这是依靠神的时候。 从神寻求安稳,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,他心坚定,依靠耶和华。 诗篇112章7 从神的引导,耶和华说,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,是赐平安的意念,不是降灾祸的意念,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 耶利米书29章11节 从神的拯救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,是我们的力量,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 诗篇46章1节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,现在仍要救我们,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 哥林多号书1章10节 无论我们失去了什么,房子、工作、事业、婚姻、健康,我们永不会失去与神的关系。 神应许没有什么会隔绝他对我们的爱,他永不撇下我们,永不丢弃我们。